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全自主移动服务机器人 它能自主上下电梯 在客房门口打电话 告知客人取物 全程无需人工辅助 花生的身高90厘米 体重65公斤 科技感十足 我觉得非常的惊喜 然后它整个的看起来萌萌的 那种感觉挺好的 记者了解到 周海花园酒店是从去年下半年开始 使用这款酒店服务机器人的 过去 在某预定网络平台上 酒店的综合评分只有4.2分 但在使用酒店七夕人之后 酒店的评分上涨到了4.6分 现在 好多住过酒店的客人 都成了花生的粉丝 我们酒店的机器人主要提供一个 生物的一个服务 包括我们客人需要的一些 私信的一些用品 客人预注的时候可以享受一下 在酒店里直接通过机器人扫码下单 我们机器人可以直接把物品送自给客人 深受客人喜爱的机器人花生 是晴朗科技较为成熟的一款产品 晴朗科技成立于2010年 是一家专注于量产落地无人配送机器人的企业 也是上海自贸区金桥片区 在智能制造领域的一个典型代表 这款花生机器人 目前已经在实际的复杂场景中 稳定测试运行三年多 单机运行近4500公里 除了在一些连锁餐饮企业和高端酒店落地之外 也与多家智慧餐厅达成战略合作 它最主要的功能就是帮服务人员跑腿 做简单重复劳动的工作 比如说给客人送毛巾送水 就是全程的配送的过程中 都是不需要别人帮忙的 我们只需要给电梯基建一下就可以了 就是让电梯与机器人有一个秘密的暗语 通过激光雷达的扫描 地图的识别 然后达到一个全自主导航这样的一个效果 最主要就是大厅里面它可以避障 那我很皮 那我现在去挡它一下 看它怎么做 然后它这样就把我绕开了 如果要是这个路够宽的话 它会选择我绕开障碍物 无论是静止的还是动态的 那如果要是空间窄的话 那它可能会选择我站在那里等你 等你 然后你先过 如果你不过了 然后我再过 目前 随着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 和服务机器人在市场上的普及 越来越多传统服务行业 开始接受并且引进 人工智能参与服务的过程中来 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企业招工成本的问题 现在服务行业有很多痛点 比如说招工比较难 人比较难管 人力成本又比较高 因为现在很多就是服务行业的这个人的年龄 大概可能是90后或者00后 但其实这些年轻人不愿意做 就是每天重复性很高的这种工作 那这一部分工作呢 其实可以让机器人去替